好 接下来看看中东 中东的局势现在甚至是也是瞬息万变 在以色列的情报告诉大家说 先前不是讲24小时 48小时吗 以色列情报单位告诉大家说 伊朗最晚 15号 也是这几天了 要发动报复攻击 那马上15号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不是要和平谈判吗 所以会不会影响这个和平谈判呢 那规模甚至它是说比4月13号发射的 数百枚炮弹无人机攻击规模更大 上次几乎全部拦截到 所以15号之前最晚就会发生 那还是说只是先告诉大家 打个预防针说我们以哈停火谈判 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话 不是我们以色列的问题哦 恐怕是伊朗来攻击哦等等 是这样的讯息跟氛围吗 所以伊朗准备报复吗 有一个动作倒是可以观察 革命卫队 它的针对哈米亚身亡的报复行动里面 这个革命卫队就在靠近伊拉克边境这里 进行了演习 这个演习是不是武田里头有一些 所谓的加强战备警惕 还是有进攻的各种演练 不知道 那大家也在观察 所以贺阻中东大战吗 美国罕见做了一些动作 把几辆这个重要的核动力弹道 飞弹潜舰开到这里来 乔治亚号 二亥二级的动力弹道飞弹潜舰 还有林肯号都往这里来开的 Osting说这个搭载了F-35C引擎战机的林肯号 打击群就是为了预防伊朗 还有控制这个地区 不要发生更大规模的扩大的战争 或者是可能规模的攻击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讲话了 他说中方坚决反对 谴责暗杀行为 认为除了沙拉底阿拉伯去站队 谴责以色列之外 同样也认为这种暗杀行动 已经侵犯了伊朗的主权跟安全尊严 所以他还跟伊朗的外长通了电话 告诉大家说 他愿意跟伊朗一起在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里面 共同加强合作 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发言权 跟影响力 那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当然也在观察 以色列的报道说 沙国针对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以故领导人的 哈尼亚的暗杀行动 强调是对伊朗主权的公然侵犯 中沙都选边站 美军西太平洋 现在等于是放空了 这些重要的部署都往中东去 避免发生扩大战事的情况 其他亚洲 亚洲是不是放空城了 各种报道里面还看到了 大陆在沙漠发现了巨型的机库 这种机库是遮起来 看不到里头是什么 但报道里头的猜测说 这么大的体型 看起来可以有 大过美国尼米兹级航母 还在继续扩大 恐怕是用来某种军用的 大型飞艇 正在规划 或者是在演习演练当中 那么军舰的实弹演练 也有公布的军方消息说 公开的有两栖的打击 打航母也是没有问题的 引起了很多的评论跟关注 中方也立刻发布了共军的 潜舰演习 鱼雷还集成了一艘 两栖攻击舰的画面 所以解放军当然各种 秀军力 秀肌肉的情况 包括有个新的武器 叫做动两两型的弹道的 快艇展示 可以圆地画圈圈 这个画圈圈似乎是说 万一需要发射跟攻击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快速旋转 来产生灵活的近海攻击性能吗 那待会儿大家来观察 到底产生的影响力是什么 但日本也一样也很紧张 他们赶紧就在观察 也就公布说 他们发现在中国大陆的军机 机腹下面 发现有新的 这个无人机底下 发现有这个夹载 枪枪夹仓的概念 这个是什么 干扰电联吗 那可能因为这架飞机 飞出来无人机 用来作为首波 可能在电讯战上面的关键用途吗 但是同时来观察 是美国的态度 看台湾的时候 智库相关的研究报告 有一个说法最近出来了 说台湾并不是印太的全部 美军不能把台湾当作主要的焦点 美方也不该执着于台海 直接跟中国对抗 所以卖武器要卖 然后保护费可能还是要收的 但不想要负责台海战事吗 亮哥来看看中东局势 伊朗最新的这个状况 美国的动员的用力程度 真的令人感到 觉得好像有某些严重的事 可是他没有讲 前一阵子他还在放消息 说以色列正要跟哈马斯谈判 显然这些都是假新闻 这是贺姐 你要的 那个就是假新闻 你想一想 美国的军方派一艘航母不够 后来林肯再去双航母 然后陆战队动员了4000人 现在连二亥二的核动力潜艇都去 到底有什么事 所以我认为一定是相当严重 不然美国怎么一直补一直补这样 全部掉过去 就本来是在双航母 在阿拉伯海那边拦截飞弹 这样就已经够强大了 你动员4000个陆战队是要干嘛 不是摆明了可能有地面作战吗 不然你是要干嘛 就是4000个陆战队 可能就从东地中海那边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然后就直接进入以色列北部 然后就直接跟黎巴仁 珍珠党就杠起来了 不给人家的理解是这样 不然你动员陆战队4000人是要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也有人在盘点 美国在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资源 美国在整个阿拉伯半岛 有5万7000人 因为卡达吧 科威特 那边人都满多的 沙地阿拉伯反个比较少 大概不到3000 叙利亚 伊拉克都有 我是觉得 这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好像要发生战争 而且是地面作战 不然怎么会这样动员呢 真的是很奇怪 就是 山雨欲来 如果只是飞弹 无人机 火箭弹的打击 像上市拦截就好了 拦截就好了 而且沙地阿拉伯你刚刚那一夜 就是他对这件事情他很生气 就哈利亚被暗杀 坦白说他觉得加萨和平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他这次 我觉得他大概也没有想要配合 比如说上次美国也在沙地阿拉伯 做拦截飞弹的动作 那沙地阿拉伯这次大概就不管了 你自己去搞吧 因为美国在那边有基地 可是人不多 大概2500人 不然他不需要发声明 我说沙地阿拉伯 他在这个声明就等于是跟王毅 还有伊朗 他们就站在同一个战线了 就对这样的暗杀事件 感到非常的可恶 所以基本上还暗示了伊朗 他做一定的自卫反制是合理的 因为事实上伊朗也到了 联合国做了召会 说他要发动自卫反制 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我觉得给人家感觉 就是风暴正在聚集当中 这个storm gathering这样 所以中东局势真的密切观察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东局势因为美国大批的军力 武器往中东送 然后又有伊朗的军演 正在陆地上进行 引起大家很多的揣测 是不是山雨欲来 大战要开始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上一次在4月14号的 这一共有324枚的 无论是弹道飞弹无人机 或者是巡弋飞弹攻击以色列 其实伊朗一定对于这一些 如何攻击 如何成功或者如何失败 做过分析 如果我们来看 其实大家都说宝盒 宝盒有三种宝盒 第一个我们讲方向宝盒 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伊朗 还有叶门直接发射过来的 它到底是哪里拦截到了 哪里没拦截到 这是第一个要讨论的地方 第二个有关于数量宝盒 也就是这么多枚 它一共也就是以色列 成功拦截了96% 那个4%是如何成功的 这个也就是数量宝盒的地方 要讨论的 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战斗系统的宝盒 其实我们看到西方的武器 很少可以360度接战的 无论是萨德 无论是爱国者 都一样都没有办法360度接战 能够360度接战的是S300 S400 还有海洪9 都是360度接战 事实上我们如果来看 当时的欧亚时报的报导 它有讲到 伊朗其实有发射高超音速飞弹 这个可能就是成功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现在看伊朗 它上一次它有动用这个革命卫队演习 没有 它就直接反击 这一次它为什么要动用革命卫队 演给你看 然后让你失去戒心 为什么你以色列一天到晚叫 过几天伊朗就要攻击了 其实这对于它的内阁 对于它的人民都是不利的 为什么一鼓作气再而摔三而截 大家都不相信 然后接下来我们如果说看到 解放军的这些武器发展 其实是小步快跑的 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个 022的这个导弹艇 虽然它已经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它到底使用哪一种飞弹 大家都说那个阴极83 但是事实上来讲 以前我有秀给大家看 有阴极62 阴极62可以打400公里 绝对不是阴极83的180公里 所以它放在它的一个弹舱里面 没有发射出来 谁都不知道它的打击对象 距离到底在哪里 它可以一直旋转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东和平协议谈不谈得成 当然关心美国大选 但问题是现在看起来 伊朗的反制动作 只会让未来没有办法 往和平发展 我觉得现在第一个 显然伊朗是在备战状态当中 以色列跟美国也在严阵一旦 伊朗我觉得它现在就是用一种 心理压迫战术 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打 然后我就一直说我要打 你也不知道该我到底会不会打 然后它也实际上它私底下 也是不断的去联系这些 胡塞组织 真主党 哈马斯 我觉得形成这种态势 所以你看搞得现在最紧张的是美国 美国连核子动力潜舰也去了 然后航母也去了 可是真的会打起来吗 我觉得美国还是在尽力斡旋 可是我同意亮哥的讲法 那表示你美国之前放出来的所有消息 全部都是骗人 你根本什么也没谈成 你就对外先讲了 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我们当然希望不会打起来 可是你可以看到中东国家很明显的 大部分都选择要嘛中立 要不然就是我支持的是伊朗这一边 那你看中国大陆这一次 好像也是选边站了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王毅还蛮厉害 其实他讲的是很滑头 也就是他谴责的是暗杀这个行为 可是以色列有承认他暗杀吗 没有啊 所以将来他说我也没讲你以色列 我只是谴责暗杀这个行为 对不对 烧掉他都已经死了 是啊 其实大家都很贼的 我跟你讲 大家都抓人这个 因为以色列到现在也不承认 我没有说是我干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 并不见得完全没有转还余力啦 那但是就看